大家好 今天这部影片分享 如何在LINE聊天机器人加入RAG 让AI查文件回答你的问题 那我们开始吧 首先安装向量资料库 这次一样是用Dogger Compose进行本地安装 除了先前的N8N以及Ngrok 底下再新增Q转向量资料库 先到档案所在目录 复制新的安装设定档 到你的N8N目录后贴上 放大一点 接着打开这个目录的终端机视窗 把服务先停掉 下指令Dogger Compose Down 因为档案名称不是预设的Dogger Compose 所以下启动指令室中间要以F传入新档案的名称 之后我会把影片用到的档案跟指令放在说明完 因为第一次安装Pildrant会需要一点时间 稍等它安装一下 安装好了 切到Dogger看看 确认Q转启用了 可以回N8N 接着新增一个Workflow 用来建立Collection与文件 我把它取名AddDocuments 这样容易辨识 再来新增Trigger 这边我选On Form Submission 用表单新增文件的资料库 Found Title跟Form Description可以一写号填写 接着点Add Form Element 填写Field Name 我们要传文件 所以把Element Type改成File 一次传一笔 所以把Multiple Files关闭 Accepted File Types可以用逗号区隔接受的档案类型 把RequireField开关打开 这样就可以了 另外如果要隐藏表单下方M8N的图示的话 先点Add Option再选Append M8N Attribution 接着把开关关闭就可以了 那我们回上一页 新增一个节点来创建Collection 搜寻Cudrant 如果没安装过的话 右边会有个Install的按钮 点击安装后进入Cudrant 然后选Create Collection 进来这个画面先点击Create New Credential 因为我们是本地安装 所以API Key不用填 REST URL要把Local Host改成Cudrant 点击Save 测试看看 测试成功 可以关掉这个画面 接着要填Collection Name 我有先建了一份测试文件 切过去看一下 这是一份虚拟的公司资料 飞天土豆科技 我复制Potato当Collection Name好了 在这边贴上Potato 我先把它改成小写的 接着要填写Vectors 包括向量维度和距离度量方式 这里设定跟选用的Embedding有关 我们会用 Gemini Embedding 001 根据文件建议 带入维度768距离用cos 这样就可以了 其余的设定保持预设就好 再来把这两个节点断开 执行Create Collection 这样Potato Collection就建立成功了 接着在Form后面加一个节点 搜寻Codent 点击Codent Vector Store 接着点击Add a Document to Vector Store 一样我们先Create New Credential Api Key不用填 只需要填Codent URL 这边跟Create Collection那边的URL一样 输入完后测试连线 没问题 关闭这一页 Operation Mode 选择Insert Documents Collection 选择刚刚建立的Potato Embedding Batch Size 保持预设就好 接着设定Embedding 点击新增 选择Embedding's Google Gemini 这里也是一样 点击Create New Credential 需要申请APIT 打开浏览器 搜寻Google AI Studio 第一个就是了 点击Sign in to Google AI Studio 登录你的账号 进来后点Get API T 接着点击Create API T 这里需要选取Google Cloud Project 如果你没建立过的话 可以参考我之前的影片 里面有完整的申请步骤 选择专案后就可以建立API Key了 建立好了 复制后可以关掉这个视窗 接着把刚刚复制的Key贴上 测试连线成功 这边的Model 我们改成先前提到的Embedding 001 可以了 回上一页 再来要设定Document 我把它移开一点 Document 我们选Default Data Loader Type of Data 改成Binary Mode选取Load All Input Data Data Format 可因你的文件选取 或者选第一个让它自己判断 Text Splitting 用预设的就可以 设定好了 可以回上一页 这样表单传文件到资料库的功能就完成了 我们测试一下 选择档案 点击公司资料 飞天土豆科技 再来点Submit送出 成功了 关掉这个视窗 Embedding跟Document都顺利完成 先储存档案 接着点Overview到首页 复制一份Line Chatbot来修改 点击三个点的图示 里面有个Duplicate 这里可以重新命名我在尾巴加个Q-Gent 这边会把Chat Model改成Google Gemini 我先把这个删除 再点新增选到Google Gemini Chat Model Quilentro我们之前有建立了 所以不用再新增 Model我换成Gemini 2.0 Flash 好了 可以回上页 接下来要新增Tool 搜寻Q-Gent 接着点选Q-Gent Vector Store 前两个都不用改 只需要填写Description 这里的描述是告诉机器人 这个Tool的用途 我把它填入 飞天土豆科技有限公司介绍 接着Collection就选之前建立的Potato OK 那我们回上页 调整一下它的位置 接着来加入Embedding 点选Embedding's Google Gemini 把Model换成Embedding 001 OK 这样就可以 接下来调整System Message 点击AI Agent节点进入设定 这边主要是让机器人知道 我们有提供工具查询飞天土豆科技 并告诉它不要自行回答或乱猜 其余跟飞天土豆无关的它可以自行回答 另外也有帮工具命名 我先复制起来 到这边按右键点Rename 或是按空白键也可以 在这里贴上 最后是Webhook 因为这个Workflow是复制出来的 这里面的URL需要再调整 主要是Path的部分 如果忘了可以到LandDeveloper复制 更新好了之后我们可以回上页测试 先点击Execute Workflow 让Webhook等待时间 我先随便传一个讯息试试 OK 讯息发送功能正常 从画面可以看到 刚刚的问题它并没有使用工具查询 接着可以问它有关于飞天土豆科技的问题 我来问它公司有哪些产品 这次它有使用工具查询了 看起来不错 它回答跟文件上是一致的 我们可以准备启用Workflow 先储存一下 启用前要记得更改URL 先进到Webhook 复制Production URL 再到LandDeveloper那边贴上 点击Update就完成了 接着回N8N 把启用的开关打开 切换到Executions页面查看执行状态 接着再发送讯息看看 文件里有写到客户范例 我问它飞天土豆有哪些客户范例试试 照先前的设定 如果查不到的话 它会回复抱歉查不到 看起来正确 跟文件上的相同 这次不打飞天土豆科技 直接问它公司人数有多少 如果能回答正确 代表它知道这里说的公司 指的就是飞天土豆科技 没错 约有15名员工 好的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对于RAG更深入的应用 之后会再录制影片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觉得影片不错 对你有帮助 请帮我订阅按赞加分享 那么下部影片见罗 拜拜 谢谢大家 如果您的发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